先開始來關心的就是這個健保的醫療主案 我們知道說 加上民眾這麼要去洗便宜 很像在洗家 所以這個健保九十三部 說從後來開始 要第一次開用這個問診 個數用論的就醫訪案 就是說過年去問診看醫生 超過一百次 經過給他敷術不好的病人 未來一年 上次只能去試驚便宜去看醫生 一明天入住 因為關著疼 過年都就醫一千塊七十八拜 上當一天看病三次 整年來用到健保六十五萬塊 健保教委的組織這種個助手就醫行為 占對每年看病超過一百次的病人 都會進行個案輔導 也決定頭一次占對輔導不好的病人 這次問診個數用論的指定就醫訪案 那我們經過輔導以後認為 大概有八位 現在大概有八位 大概這個部分還要再加強去做這樣的輔導 所以我們會指定他到 這個特醫療所去就醫這樣 還要再加強去這十一超過十八拜 經過輔導不好的病人 未來可能會在指定的醫療易訴求醫 若是跟其他的病醫看病 健保未接受 讓國民間團體人員 民眾一直看病就是他們看不好 你就是民眾是真的浪費醫療室館 健保教出師 好像判定十一病醫 沒有整個十一處所上限 也沒有辦法來做事 你的公告裡面也沒有去限制他的次數 總好不多 拜拜